叙利亚内战自2011年爆发以来,至今仍未停止。叙利亚政府军最近几个星期更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,对反抗军的最后重要据点位于叙国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加强攻势,想要夺回最后这一块被反抗军控制的地区。 事实上伊德利布省自去年12月以来,已有大约90万人流离失所,联合国对当地情绪感到忧心,呼吁紧速建立停火,以避免更严重的人道危机。 在无情的战火攻击之下,叙利亚居民生活困苦难当,不过人民还是在痛苦无奈之中,照顺生活的意义。 其中一位用心良苦的父亲穆罕默德,为了不让爱女饱受战乱惊吓,将已经是家常便饭的空袭攻击转化成游戏,交女儿从声音中分辨是炮弹还是战机,而且在炮弹落地时要一起大笑,因为只要笑出声,这场游戏就没有输家。 穆罕默德这段要女儿忘记恐惧的影片,在社群媒体上吸引了数百万人点阅,然而穆罕默德的家乡,位于伊德利布省东部的战略重镇萨拉奎布, 本月稍早被政府军拿下,一家人只能逃难至旭国西北部,毗邻土国边境的萨玛达镇。 尽管部分难民得以逃离战火,但临近旭国与土国两国边境,位于旭国的难民营空间不足,多数难民只能被迫在寒冷的气候下参风露宿。 另外已经接收大约四百万难民的土耳其,也表示无力再接受更多的难民。 虽然联合国已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救援任务,但是面对庞大的难民潮,人道工作者也无力应付。 包含穆罕默德在内的叙利亚人民期盼温饱、和平以及重建家园的希望,不知何时才能到来。 央广编译林博宏报道。